就這樣看大數好像如何都是中海油吸引過中石油 你幫我們分析一下業績和之後股價走勢 當然其實近日你看到海油股價都強化不少 其實有少許偷步都炒掉業績因素 當然你說業績好大家都預期了 因為這是過去的半年 始終在過去的半年你見到油價這樣的飆發 而且曾經也炒作一些水台性始終都可以的因素 所以這次你可以說對營收甚至順利等等的增長 其實是很配合的 而我想更加有些正面的看法就是派息 因為雖然本身也預期了會繼續繼續派高息 因為去年份業績出了之後 今年年初出完之後都說過 但現在至少看到是繼續在兌現這件事 因為你見到這次派息的二年增幅當然是一倍 但是增長其實是比純利增長更多一點的 你也解釋一下就是派息比率 其實是輕輕提高了的 其實現在大概四成半左右 其實未來還有機會再上升 所以如果你說喜歡收息那種的朋友 自然是覺得吸引的 因為這類型的股份 其實你預期了未來 都會繼續派得比較穩定、比較高息的 所以這裏會有吸引點 而另一個因素 我想近期強了一點就是油價 始終都膽了一點 當然從走勢 其實可憂就好很多了 因為過去其實 由六月份開始 就做了調整 之後其實整個七個月都是橫行整股 但去到近日飆上來 除了業績有資產性之外 你見到近期上來是價量提升的 就是股價上升之外的成交量是有永遠急增的 就是這個配合的 我覺得沒有一個背池在這裏 雖然純粹從走勢來說 如果繼續站在大概10.2%的樓上 就是平台位的頂位樓上走 可以看回到大概之前的高位 11.0的位附近 所以我想你可以如果有課的 拿著它 只要不下10.2%的樓下 我覺得再回調 短期的可能性未必太大 然後幫我們看看中石油的股價 就石油怎樣看呢 如果有兩者比拼之下 會不會失色一點呢 但不是的 好像剛才你說中海油先預先 可能已經預算了 所以股價炒定上來 反而中石油的空間呢 當然啦 中石油其實也不是差的 始終這次也有不錯的增長之外 其實派適也不錯的 但理論對比來說 股價總是會比起海油或者落後 這個股價 我想這個始終也與業務的整體情況相關 因為海油比較單純 就看油價多一點 但中石油除了油之外 天然氣和其他不同的業務都有 還有公司其實 昨天也說了 就是接下來也想有些偏向持續轉型 各樣的比例也會有平均分 有油、天然氣、煤炭、甚至新能源也有 你可以說好就是如果有新能源 可能對股價中長期有正面幫助 但這是要慢慢看下去的 當然我覺得中石油如果要做 不是一件難事 畢竟背景這麼強大 但這也需要一些時間 但在有效果之前 始終如果你這樣去業務 有些類似轉型 或者走多一個新方向來看 可能短線也會對盈利有些影響 所以如果你說記者拍A上來比 論整體的看法 例如短期、中短期來說 都應該以中海油為之強一點 特別以中石油來計算 不是差的 就是它這一段期也有反彈 例如由3.3 剛好彈回3.7 但我覺得至起碼看看 現在這個位置 譬如今天 可不可以借著業績 站穩100天線 如果能夠站穩這些位置 所有軍線都會收復 慢慢再斜高一點 令到線路逐步排回順序一點 這樣才能夠展開比較大的升浪 否則現在只是借勢的反彈、上升 所以如果上升的話 可能要求近4元邊附近 其實助力也開始比較大一點